好老婆都具有9个特征,在4个以上你捡到宝了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位默默支持她的好妻子 拥有这么一位好女人,那男人少奋斗几年又如何 男人和老婆步入婚姻生活后,老婆不惜辛苦的辞家,在背后默默支持老公 老公辛苦一天之后,回家给她第一杯热茶 在辛苦劳累之时,大家想起,还有一位经常给你做美味菜肴 给你鼓励,给你温暖,给你甜蜜的好妻子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人生在世不都想过一个幸福美好的生活吗? 何况有这样一位妻子陪伴你走到了? 看看以下这8点,如果你的妻子能够达到4点或以上 那可就是典型的好妻子,你得把她当宝贝 第一,和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给予你鼓励与支持 你开心的时候,她陪你开心 你难过的时候,她跟你靠在一起,给你温暖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她一直鼓励你,帮助你 她对你说不管什么,我都陪你一起 你要记住,你一直有我 第二,她花钱有节制,能合理理财 她不会大手大脚花你钱 尤其是你们经济困难的时候 她不舍得花钱买各种包,各种衣服 买东西的钱都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她甚至把钱存起来,留给你备用 希望帮你分担你的困难 第三,孝顺公公婆婆,和她们保持和谐 作为一个老公,非常怕的就是老婆和老妈总发生矛盾 不和谐,令她左右为难 而这种情况很多家庭都有 而一个老婆,她会维持好家族的关系 让子年纪大的婆婆,孝顺公公婆婆 第四,心胸宽广,明四里 因为男人在工作中也需要跟其他异性接触 不要应酬等等 好的老婆,她就会做到不吃醋 信任,理解老公,不听信别人嚼舌根 像那些乱思飞处,动不动对老公大吵大闹的女人 可不是什么好老婆 第五,丧得厅堂,下得厨房 人们常说要想征服男人,首先要征服他的胃 对于厨艺了得的女人,男人当然喜欢了 比如你在外工作,劳累一天,带着一分疲倦回到家中 刚进门就闻到一股超香的气味 然后看到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还有老婆温暖的笑容 这使你的疲倦感是不是消散了 是不是充满了甜蜜与幸福 第六,在家可以是公主,在外可以是小鸟 在家里的时候老婆可以欺负你 和你嬉闹一番,撒娇,耍小脾气,让你宠着她 而在外边呢,老婆非常给你面子 一直支持你,帮你拿衣服,在一旁默默陪着你 不会当着外人的面跟你吵闹,嘲讽你 第七,在当今社会,人们都很忙碌 作为男人要努力赚钱,买车买房 给孩子找回个好的学校 是男人的压力很大,很劳累 所以男人身体数字不免会下降 作为一个好女人呢 她就会非常照顾老公的身体 给老公做营养餐 晚上给老公吹吹背,缓解一下疲劳 八,对你专一,不在外照做 一个好的老婆,她会对你非常专一 一生只爱你一个人 不会在外面粘花拈草,裙枣新鲜感 眼里心里只有你 这也是作为好老婆最重要的一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